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完善 但是说压力 其实还好 其实没有差点 PD没再怕的 我这之前被你的粉丝反复在安利 你过去所有节目里面的一个就是这种跳舞的片段 所以对你的5G讨论相当的热力 我想知道你现在其实行程很满 每天有很多工作 你现在还有时间练舞吗 有压力 没有什么时间练舞 那你怎么保持你的5G 因为我看你跳舞还是很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一般都是在出装机之前就是突击嘛 但是现在也想着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可以更多的去练习自己的专业 那再平衡这个问题 对 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在静止 所以关于你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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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可以给我们大家透露一下吗 你现在最新这个项目是关于什么 然后有什么一些新的消息 最新的项目 最新的项目主要是 最近的项目应该是极限挑战吧 是 极限挑战完了以后 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是艺术好戏 好 8月10号 好 罗歌的第一次当导演的电影 然后我也非常努力的参与了拍摄 然后非常荣幸 一切希望一切都好 然后票房大卖 对 我一定会买票去支持 谢谢 那作为Valentino品牌的大使哈 就这次来到Kandy Star的工厂 你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你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那个Kandy Star主题的那些包包 跟它那个卯钉换了颜色 然后各种各样的色彩 在里面让我感觉就是非常有趣味 然后整体给我感觉很新 生动 然后玩味十足 然后包括这个鞋子上的 卯钉的变化和设计 我也非常喜欢 我觉得是男朋友送女朋友的好的 好的一个选择 对 我说的是包 所以对你来讲 就是你为女粉丝想要推 推荐这些Kandy Star的包的时候 你会希望让他们注意到 这个包的什么特征 比如说颜色 就是Kandy 就是果糖丁吧 是这样 果糖丁 糖果丁 糖果丁 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糖果丁 因为有不一样的设计 跟不一样的detail在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欢 那回顾你过去已经出道的 准备生涯 你现在已经成为别人导师了 就是这个感觉其实很奇妙 你对于这段历程啊 你有什么感想 时不我待 时间不能人 该做的事情 想做事情赶紧去做 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在追掌心 我在追心时不我待 那你其实参加的综艺节目类型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参加极限挑战 你会玩得很疯 但是你到了偶像迪生的时候 你其实又变成一个导师的形象 你再比如说再去提拔教育别人 所以对你来讲啊 这些不同的综艺节目 哪一个更符合你的个性 你想上哪种节目 其实这个综艺节目是为 没有说很多的去涉及 那对我来说 其实极限挑战更像一个 更像一个家庭的聚会 家庭聚会 那我相迪生呢 是确实要感谢 爱奇艺对我的选择 他们在开始之前 给我做了很多工作 也是跟我说了很多 就是希望我能够过来 跟他们一起来 把这个一个挑战 这个任务给他完成 所以也感谢他们对我的幸福 也希望我的所谓的工作 没有辜负他们对我的幸福 从宣布你是Valentino大使的时候 我就在了 然后到现在一路看你 跟Valentino相互陪伴了一段时间 那你在成为大使这段时间里面 你认为你跟品牌的相处交流 你收获了什么 首先我收获了好的品牌 我也收获了好的工作人员 那我也收获了很多品牌 给我的照顾 给我的衣服服装 让我所有的穿搭 更加多姿多彩 那其实还蛮感谢 Valentino对我的选择跟支持 希望能陪他们 走更多的时间 这也是我觉得是你的粉丝 河湾特所希望的 那最后给你的粉丝们送一句 最近的贴心的祝福吧 因为大家无时无刻都想听到哥哥的祝福 我有点想你了 你不要这个时候你在发电好吗 真的 真的 你说我说什么 我说都说不出来 最近都是很奇怪 就有点想他们的 好 那我觉得粉丝们应该无时无刻在想你 好那我以后也会继续关注你的所有作品 谢谢谢谢 那我们在电影院见 在你的所有节目上表现见 那我们也期待极限挑战 新一期的开播 好谢谢张一新 谢谢你